都剛往生 但是我那個時候就要很認真的 把自己 把自己觀想成我就是 阿彌陀佛的這種自在跟力量 願梁育南 能夠往生淨土 願自行法師 上品上身 所以我師父才告訴我 當你在替別人寫牌位 以前我們剛出家的 剛出家的工作就是替人寫牌位 這輩子都在寫牌位 所以 那我師父說 你幫他寫牌位 你心裡就要為他念佛慈奏 那你就要跟他結緣 那個時候 我只是說 我請阿彌陀佛加持他 那現在修行 特別我們修金剛秤 我們要升起這個佛慢 當我在念阿彌陀佛 在為往生者寫牌位的時候 我就 我就視線成阿彌陀佛 我要把阿彌陀佛的功德 轉化給他 他也變成阿彌陀佛的一份子 往生淨土 那這樣寫牌位 所以當給你一分鐘看到這個牌位的時候 就像剛剛他們在念規一陣 念規一陣 就像我在寫規一陣的時候 我在寫規一陣的名字 或是他們在念 你念一個他就變成一個未來的佛 他就發起菩提心 這樣因為他成為佛的弟子 變佛的加持 都能夠融入他身心 那每次都要如此 所以我講到這個的意思是說 當你想到祖先的時候 墮胎胎餓的時候 你就運心做官 你要把你的心呢 這個領導到最圓滿的狀態 以這個最圓滿的狀態 來幫助他 以這個佛的力量來幫助他 那各位如果時時刻刻保持如此 你沒有你自己的心 為什麼 因為我的心都是在 學習阿彌陀佛的心 我的心都在學 本師釋迦牟利佛 觀音菩薩的心 那這個時候你就保持在 那個很好的狀態 那這個狀態 你馬上對周遭的所有環境 就像各位坐在這邊 這個時候還沒有睡著 還很認真在聽我講 還不錯 這個時候力量很大 大到這些銅牆鐵壁 最深的無間地獄 最高的天 都有我們的法的力量在這裡面 我現在是一個指揮者 代表一個領航員 要領著所有眾生的心 跟佛的心合在一起 這樣去 同理大眾 一切無礙 河南諸佛菩薩 河南聖眾 那各位你要隨時把握這個 把握這個 所以我為什麼講這個問題 往生者火葬 土葬 海葬 那只是一種社會文化 無所謂 看你有沒有錢 有錢做多一點 沒錢做少一點 但是超度往生者最主要在於你的心態 以及你的心態所產生的這些功德 你去做什麼 對他有幫助 而且不是光對往生者 今天你的先生喜歡吃肉賭博 他缺乏功德 他缺乏智慧 但是你不要起煩惱心 那你要以你先生的立場 我為他拜禪 替他消業障 我替他去布施 我替他很專心的念佛 享受這個法喜 因為這種正面的力量 就可以轉化他負面的力量 因為你已經把光明給他 他就不用在黑暗的賭博裡面去享受快樂 你已經把貢花 貢水果的這個香味 就可以去除他對肉的執著 你去替他放生 那種對眾生的慈悲 就可以消除他對動物的殘忍心 這就是佛法 佛法是以光明面去去除負面 那一個人之所以會生氣 那是因為他認為他所設定的一個法 我要被愛 我要被尊重 被侮辱了 他產生一個報復的心態 要去罵他 事實上是你的問題 你不能有所求的 去跟人家交往 想要得到什麼 再來是最主要的 剛剛要講 你對你爸爸媽媽 往生者 你把他的骨灰撒到大海 代表什麼來 熔入自然 合為一體 希望我們的爸爸媽媽 熔入空性 熔入法界 不要執著 那你要抓到這個可以 歸入土 歸入火 歸入水 熔入自然 但是佛教要他熔入什麼來 熔入空性 空性的顯現是什麼 淨土 每一個淨土 都是空性的顯現 熔入佛的心 希望一個生命 能夠走入佛的心 那我又講回來 如果你自己沒有佛的心 那你怎麼讓他自己有 讓他感受到佛的心呢 那雖然我們沒有百分之一百佛的心 那至少 在這一刻 我讓自己的心 能夠 比較安住的 就像各位 現在坐在這邊乖乖 沒有人打開手機 沒有人在看電視 你做得到的 為什麼晚上回去 就做不到 無聊嘛 一定要打開手機 一定要就開始在那邊忙東忙西 所以你看我在台上很正常 我下台有一點不正常 因為我在台上 我會保持 我又拉回來 我的樣子 就是說 回到我的自信 回到我的菩提心 我在台下 我就有可能 就過到我過去的習性的生活 但是 所以我如何讓自己 能夠一直保持這樣的狀態 那就是慈悲 為什麼 所以我很喜歡去祝念 做菸供 撒甘露水 寫排位 今天我在住的房間那邊 跟螞蟻開法會 這樣 到處都有螞蟻的 我的姻緣 我一直唸 我一直唸 不小心被我踏到 你也要往生淨土 因為我眼睛近似 那麼小 我看不見 所以 但是我要去為 為他想 但是無論如何 這些都是讓你修慈悲的祝緣 就像各位在洗臉 不是你在洗臉 來 當怨眾生 就是當怨眾生的臉都得到淨化 手都可以得到淨化 對不對 心得到淨化 所以不管在做什麼 你可以把每一個行為 都變成一個圓滿的行為 再來 替流產的胎兒 取法號之後 母親 夢見 去到一處都是紙座的 連縫衣服 機器 跟牆壁 都是紙座的 請海濤開示 這下面一數 那我想 紙座的 反正紙是假的 是變化無常的 但是問題是 我是認為這樣 當你在做夢的時候 如果你是 比較優秀 你連夢境都要用佛法的意思 去給它轉化 所以 你現在做這個夢沒關係 那你把所有的紙當作空性 所以 然後呢 由空性顯現出 像淨土的漂亮 你就利用這個把它轉化 這個比較重要 我們 不要在這種夢境的意思去分別 當然可能它也代表什麼 但是 當你不懂的時候 你就把它轉化為好的 所以首先你要有好的思想 好的思想就是說 你要讀經典 你要聽佛法 就像各位說 你唸阿彌陀佛 你一定要看過阿彌陀經 乃至無量壽經 然後呢 乃至看過官無量壽經 然後你已經知道 唸這一句阿彌陀佛 是代表那個境界 也代表阿彌陀佛的四十八大願 那也代表了阿彌陀佛 如何讓眾生成佛的 這麼最善巧的方便 那 所以 當我唸一句阿彌陀佛的時候 就包含了這一些正確的思想 所以各位要研究經典 然後再加上佛號或咒語 像咒 陀羅尼是把整部經典 整個佛菩薩的這種立湯的功德 融入在這個裡面 乃至一句阿彌陀佛 那所以 同樣的 那如果你有這個思想 你可以轉化你的 不要說做夢 念一下 轉世成智 什麼叫世 意思就是說 你看到了分別心 好漂亮阿 好醜阿 好好阿 但是你要把這個漂亮阿 醜阿好不好 趕快轉為修行的助言 你要利用這個去轉 所以佛教裡面不是要那種 讓你去消滅探生吃 那是一種解脫道的想法 佛教的觀念是 當下的一切好好壞壞 你看到它的本體跟看到它的用處 這樣就好了 就像各位 你在打坐的時候腳很痠 你也可以專心想你的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把注意力定到你這個腳痠 痠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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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痠 哇痠痠痠痠痠痠痠 然後突然就不痠 喔 一下就不見了 你可以注意它 它只是一個感覺而已 而且你也知道 痠 痠久就不痠 腳也不會斷 那只是痠 那只是痛 那只是你的心裡克制不了 其實要不差 有些人睡著了 還可以睡很久了 腳都很不痠 好 所以 但是你只是很擔心那個痛 也就是說你對痛的感覺 太敏感了 這樣也不行 所以佛教有一個很重要 每一個東西 你要去看到它的痛的那一點 你不能只光想美 你如果我結婚了 我會很美滿 就像在天上一樣 你要先看看地獄 才看看天上 然後你要決定要不要結婚 你自己決定 好 但是天堂地獄 我都可以接受 那你去結吧 因為這個修行嘛 好 就像菩薩來到人間 結婚 離婚 做人 做什麼 你都要陪他 你不能有固定的形象說 我一定要做男人 我一定要做有錢人 我一定要做男人 我一定要做有錢人 我一定要做有錢人 那是人天福寶 對不對 我喜歡追求這個善的 但是 作為一個菩薩 唸一下 恆順眾生 對對對 對方要怎麼樣 我就怎麼樣 對不對 我都可以接受 利用你生氣讓你成佛 利用你起欲望讓你成佛 所以各位你要看看 唯摩絕經 居士 敬明經 如何利用在家的一切法 讓他成為佛法 這也是一個方法 所以我想這個比較重要 來 當願所有墮胎胎兒 同享法會功德 翁阿鴻 爸爸媽媽愛你 翁阿鴻 這個要先表達 我愛你愛的要命啊 疼你啊 所以有一次 他們叫我寫說墮胎胎兒 他有三位 我寫這樣 三個愛兒 他還跑了 說師父你寫錯了什麼愛兒 三個墮胎胎兒 我說你不愛他 我就怕你不愛他 你不愛就寫三個愛兒 你還要一定要寫墮胎胎兒 我要給你死 我取的名字 取得那麼好聽 極愛極餓 你幹嘛 極慘極忍啊 因為我就知道他不愛他 他只想趕快給我超度了 我腰的痛 我說你不愛他 你超度不了他 連不是我兒子 我都叫愛兒愛兒了 我都把他取得名字很美 因為我以前比較不忙 人家叫我取名字 我取好 我一整天都在念他 因為我要念他一天 念到我對他很好 我愛他 這個是基本的超度 所以我都會把它背下來 現在沒辦法 現在一天寫的頭都疼 現在沒有這麼多 不過這是我修不好 我要修到一次可以愛一個 這樣 所以要保持正念 這樣就好了 再來 請問師父 弟子的婆婆要牽魂牧 需要怎麼做再好 佛教沒有任何規定啊 但是 如果你願意研究農民力 那農民力 它是配合這個天地的一些 這些力量吧 有適合跟不適合的日子 我們要尊重 這樣 你千萬不要說 哎呀佛教不搞這一套 這一套還是重要的 但是你也不要迷信它 我們在隨順了 農民力的好日子 然後這樣全家都快樂嘛 對不對 配合地水火風 然後在隨順這個日子以後 再加上佛教的方法 那最好 如果那一天又是六災日 又是千魂牧的吉祥日 那最好啦 但是你就算選好了日子 都選得很好 那一天一大堆人去那邊吃雞肉 那也不好 你什麼日子都沒有用 好 那一天呢 大家吃素啊 那天那一天大家去 守守八關在家 嗯 對不起 等等 再加上這個法 這樣就好 好 然後可以拿到 然後家才可以得到离苦 這樣 但是現在最主要 是媽媽的心 你千萬 繼續愛她 更愛她 但是這個愛要超為肉體 所有的小孩子都是你的小孩子 那你看到路上所有的小朋友 你都期望他快乐自在 不要意外 这是对你儿子的爱扩散 你的儿子不管他现在投胎去哪里 他永远感受到妈妈的伟大的爱 因为他 因为你的往生 妈妈变成对整个世界的爱 所以就像我自己 我还是老实说好了 我有堕胎过胎儿 在我大学的时代 但是我跟我的堕胎胎儿取名叫 大家帮个忙 法会功德 回向吉德 你看太爽了 他得到一个大功德 但是我永远 我永远以对吉德的爱 后来把所有的堕胎胎儿 取名叫吉一 大家都一样 希望所有的胎儿都能够发起菩提心 护持三宝 往生净土 或是往生妙喜净土 哇 那这样吉德快不快乐 我更快乐 我就没有这种悲伤 当然我忏悔过了 但是要把忏悔 把眼泪变成一种力量 而不是一直活在忏悔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无名 我们不了解生命的痛苦 我们不了解做妈妈的痛苦 但是这一些 我把这个力量化为 因为我要安慰所有 所以有人跟我说师父我堕胎六个 我不会怪他 我只是心里会痛六次 哇 你好痛苦啊 对不对 但是各位要注意哦 有些人说你看 我才堕胎两个 你堕六个 哇 那样 哇 你好狠啊 因为你就变成一种 你把佛法当作衡量别人善恶的工具 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了解吗 各位要记住哦 所以我很喜欢去监狱 或是非佛教徒的地方演讲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杀生 他们在吃肉 他们在造恶业 所以我们更容易生起更大的悲心 来跟他们慢慢的说 那各位已经是佛教徒了 我对各位还有点要求 哎哎哎 不要打瞌睡 哎哎不要讲话 因为你们是佛教徒了 所以但是 所以各位你要说 对造恶业的人 你要 而且正在受苦的 你要有更大的悲心 所以你就不会怕鬼 如果你去想到鬼道的痛苦 那些孤魂野鬼的痛苦 你心里会掉眼泪 这样可以 所以你赶快布施食物给他吃 你赶快翁阿红 他有一服穿 让他喝水 让他有药 让他具足世间的一切快乐 因为他可怜好久了 可怜好久了 我们终于懂了这个方法 然后呢 进一步 希望他带着所有的 所有的孤魂野鬼 那么 那么 更多 更多受苦的未来佛 让他们同享甘露 同享功德 就一句话就好了 很多人有时候问我 师父我们法会超度多少 我说这个 有无量心就有无量的数目 但是永远超度不完 因为我们永远努力就好了 因为我们只能说让自己永远保持在那个最好的状态 继续努力 但是也不是我们一直在超度这些亡魂 对活的人也要超度 我自己很认真 我就可以超度他 对方会被我们感动 了解吗 今天你念佛念得很庄严 今天你拜佛拜得很庄严 每个人都在被你感动 被你的这种庄严的功德 而的水洗 那这样你就一直在感化这个时间 所以我们今天要把握一个重点 法 这个东西呢 是放在你任何一个时间都可以用的 而不是在法会里面 也希望这三天大家的参加法会 让你变成一个如莲花的人 受欢迎的人 充满帮助那个 不管你走到哪里 只想要帮助他们的人 而却对他们没有要求的人 就像我去监狱 我这样比喻 老实说了 我很多国家的监狱我都去过了 最严的监狱在哪里 你知道吗 新加坡 新加坡 哇 我一进去 这个还叫监狱 哇 铜墙铁壁 一层一层 没有窗户的 你要进新加坡监狱 你最好个子矮一点 因为他们门坐得很低 因为房子他们要冲 你知道吗 然后就因为 因为没有窗户 这下真的是只看到自己什么都看不见 心情很不好 全世界最快乐的监狱在哪里 印尼 印尼好像就住在大别墅里面这样 唱唱跳跳弹吉他 你是回家我是活着 各拜各的 里面可以留胡子穿便服抽烟的抽烟 看到师傅来舒服舒服阿弥陀佛 快乐快乐 这样犯罪力也没有增加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 一个文化的态度不一样吧 所以当然 什么样的人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所以我去印尼监狱红法红法 那边在唱吉他 这边在念阿拉 我们在那边练阿弥陀佛来拼 那但是他们很快乐 我在想 哇印尼真的是佛教兴盛了 在监狱里面 因为没事情做阿 但是台湾监狱又不一样 忙得要死干嘛 大家都在做工 你在监狱喔 你不做工没钱啦 没钱买香烟啦 你的罚款没得还啦 大家就一直做工一直做工这样 然后这个监狱出产酱油 我那个监狱出产面 那个监狱出产什么 大家比赛看谁业绩好 那这个他们的观念也不是错 就是说让他们有事干 然后很会工作 将来出狱以后就去工作 不要再撒罗手 这有他们的 但是自由是蛮自由的 所以没有那么 那么他还比较人性啦 当然各有他的文化 这个不能怪什么 每个人的业不一样 再念一次 法会功德 我讲 再来 请问 佛教的看法 塑胶对整个地球的污染 和天际恶劣的问题的改进 学佛不是光研究佛法 学佛要对整个世界都要负责任 所以各位我想 就像我们以前提倡人 不要用那种 有毒性的肥皂 我们用的是天然 可以融入在水沟里面 也不会污染水质的肥皂 那我想衣服也一样 所以现在 我那天去慈祭功德会 我们庄严伟大的正言上人 还特别跟我推荐 他找了一个 一个里面的一个菩萨 全身穿蓝色的西装 穿得很庄严 然后穿带子 然后给我说 我跟你说 他全身所穿的 包括正言法师 比了他的围巾 塑胶做的 什么塑胶呢 他是把那个塑胶瓶 塑胶瓶 好 请坐 他把那个塑胶瓶 把它分析变成一条线一条线 然后这每一条线 变成一种纺织的东西 做成毛巾啊 做成衣服 所以各位我想 我们身为佛教徒 我们对整个地球环境 我们就希望 尽个人自己的力量 去进化他 这个比较重要的 好 再来 法会功德 回向往生者 成书言 欧阿佛 欧阿佛 得生西方极乐世界 欧阿佛 所有往生者 所有中阴身 所有未离苦者 同享功德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时候你要变成阿弥陀佛 来 南无阿弥陀佛 他也变成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所有众生都变阿弥陀佛 那他的功德才大 因为这个往生者 让我们维持正念 这个往生者 让所有痛苦众生 也变阿弥陀佛了 所以就像刚刚讲的 我对堕胎者 对我自己的堕胎 也要让他成为一个佛的化身 也让他发菩提心 所以我经常跟 跟过去的堕胎的小朋友说 来 跟爸爸一起做菩萨 我们发菩提心 一起去帮助 帮助所有堕胎的胎儿 去帮助受苦的众生 如果愿往生 去净土就往生净土 如果现在还不愿意 那就发菩提心 但是我会做很多 让他完全离苦的功德 你不能光光嘴巴讲 对不对 让他有无病无苦 让他身心自在 让他有很多配备 就像藏传佛教那个灌顶 知道吧 灌顶给你莲花 给你法器 他都得到了 我们就做了很多善业功德 然后甚至我有时候 我以前去参加灌顶 我都带着牌位 带着我的往生者 乃至我现在太有 让他一起灌顶 他也得到 这也是藏传佛教这么做 藏传佛教 牌位放在这边 替他净化 替他灌顶 替他皈依 然后呢 他就成为一个本尊 成为一个菩提心 所以我认为 得到一个法 不是他的肉体 是他的心态 让他成为一个菩萨 来利益对吧 这样我们就没有 所以我这个做法 我只希望各位 当你看报纸的时候 就是在度众生 所有的灾难者 贪污者 被关的也好 八卦新闻的也好 生病的也好 车祸受伤的也好 你用钥匙法门 观音法门来帮助他 所有死亡者 那我们看到这份报纸 跟这个事 我们是以地藏菩萨 阿弥陀佛的心态 来帮助他 让他成就 那这个报纸 你全部看完了 不管是经济的 政治的运动的 都转为佛法 那你没有浪费 你了解世间法 但是世间法是虚幻的 它没有永恒的坏 或是好 它没有永远的快乐 或是痛苦 但是利用这个幻化的 我们来转化它 那重点是 重点是 我们自己 没有浪费时间 我们自己 就一直保持在这种 这种了解虚幻的 也了解悲心的 这样去看报纸 所以 就像那一天 有一个菩萨给我说 师父 我先生对我不好 这样子 我说哦 这样啊 那太好了 我说 我就来跟我念 来 南无大悲观音菩萨 愿所有女人 先生都对她好 愿所有男人 都疼爱老婆 我就叫他 你就想 想所有男人都多 所有女人很好 但是 所有被伤害的女人都给我 痛苦我来受 快乐给你 那我 等我念完以后 我说 感谢你先生对你不好 不然你还修不了 这个伟大的法 对不对 所以 你要自己去转化她 但是如果你自己觉得 就我一个人在受苦 那你会觉得很苦 这个世界 比你被痛苦的女人 太多了 太多了 甚至她现在 有些在地狱的女人 没有 没有办法形容的苦 你不要一直觉得 一个我在受苦 把我的苦 转化为众生的苦 所以 祈求所有的菩萨 来帮助 事实上 这个男人对太太不好 男人苦不苦 男人也很苦啊 不然你怎么会对她不好 把巴露给 因为你就觉得 她不好 所以 那你 同情男人 同情女人 但是你不要觉得 你先生不好 因为所有男人都苦 女人也苦 终归来讲 念一下 结婚就是苦 结婚也不能说苦啊 我不讲各位 有感情就是苦 这样说得有利 结婚不苦的 对不对 但是 有执着的感情就是苦 所以你不能怪先生 不能怪自己 有一个执着的爱情 随喜自己现在出家了 对不对 但是各位 你要放下 你要放下 对不对 你 对不对